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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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今天我們又來直播了 這次 今天直播的是這一個 7番7番7番 玩樂創意組 好我們這邊還有一分鐘 所以我們這邊就陸續等各位進來 消失一下消失一下 有時候在想這個登場畫面啊 登場的感覺應該要突然 突然有東西這樣好像還不錯 好那我們等大家陸續進來一下 這邊 好 我覺得這樣突然人家開門見山的感覺還不錯 還有一分鐘喔 如果這邊有一個倒數計時器就更好了 如果這邊突然有一個人幫我上一個字幕啊 然後倒數計時 五四三二一 這樣就還不錯 有人搶頭箱 謝謝 好有沒有小朋友覺得 二宇老師在哪裡 沒有我在後面喔 有時候一下露臉露得太快 會沒有神秘感 好的 我們現在三點 OK 好二宇老師出來了 好今天呢 我們一樣就是來玩我們的這個 玩樂創意積木組喔 OK 這個積木組啊 說實在 他真的是二宇老師比較喜歡的一個組合 為什麼呢 因為他裡面的基礎積木量真的是比較夠 所以啊 你想要做什麼東西 要改變什麼東西 或是說小朋友 要挑第一個 至高積木的包裝 我覺得這個都還蠻適合的喔 好那這裡面呢 基本上都是我們常見的兩公分積木塊 所以如果你曾經啊 有買過很多其他不同的包裝 都可以放在裡面喔 去給他做加碼的動作 講加碼怪怪的 加料啊 或是增加他裡面的內容喔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記得上次有說 欸 這個禮拜我們就要來做鳥類 那 欸 什麼 怎麼專櫃都一直關 啊 這個東西啊 二宇老師在這邊講不太好講 是因為現在啊 好像很多地方都走電商的模式 所以專櫃啊 現在就是剩下台北啊 比較 比較多人會去零櫃買喔 那 如果 要找商品的話 電商我記得蠻好搜尋的 而且 還蠻多的喔 所以這個部分呢 如果有問題可以在Light at上面問 這個問題二宇老師不好回答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還蠻不錯的喔 因為專櫃呢 之前在 我記得我印象中有專櫃的時候 他有提供蠻多的一些服務 還有生日禮等等之類 現在就是都在台北還有用寄送的喔 好 那這個呢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他就是我們的這個包裝 上次有玩過有組裝過 那 這裡面呢 我剛剛 看了一下 我上次都好像把塑膠袋都把它放進去了 我還沒好好整理喔 我們先把上次的比較重要的這一袋 這一袋我先把它拿出來 哇 有人幫我刷一排讚了喔 好 關了就沒有再買了 所以是因為關掉才買不到積木嗎 這真的是 我 因為你這句話我等一下 直播完我馬上去陳情一下喔 就是因為那個專賣店關掉 所以買不到積木 所以 嗯 好 我覺得這個 在講下去我可能會被殺頭 但是 我覺得啊 我這個一定會幫你把這個概念帶回去的喔 好 這裡 線上買 有些人是線上買喔 欸 我幹嘛拿這些包出來 OK 我把剛才講包的都拿出來了 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來玩鳥類的一些創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鳥類 OK 這個鳥類是在我們的第三個鳥類王國喔 好 我先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喔 這個 欸 好 這個 欸 翻錯了一點 喔對了 各位爸爸媽媽 這個啊 其實我還蠻推薦各位啊 可以把它 就是把它這樣一張一張貼下來拿去護背 因為剛剛有人提到專賣店 我就突然想到 以前二一老師在專賣店的時候啊 喔 像這個東西都常常會給客人重複翻閱 喔 那重複翻越就會擔心它髒掉或是怎麼樣 所以啊 像這種 比較單頁式的說明書 沒有那種騎馬釘的 我們可以把它這樣就是用刀片割下來之後啊 直接拿去護背 那這樣的話 小朋友在看這個圖片的時候也會比較方便喔 尤其是這個包裝主題它剛好就是 一個主題就是剛好一面 所以在呈現上也會比較好看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要做的主題 OK 好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主題 一樣 鳥類有八個 那其實這個八個主題裡面呢 我個人最喜歡裡面的鸚鵡 OK 你的說明書都毀了 沒關係 說明書毀了 在官網 OK 官網把你的包裝 把你的包裝編號打上去搜尋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電子說明書 不用擔心喔 原本的紙本說明書不見了 在官網打上它的編號 就可以找到我們的電子說明書 好 那這裡呢 我們看到這個包裝 一樣 我們就先來開始製作囉 一樣第一堂課呢 我們會先教各位做一些基本的造型 那第二堂課 我們再來做一些延伸 或是創作的部分喔 好 那這個呢 因為有些人一樣 他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二位老師都會 一個一個幫你帶出來 讓大家可以跟著組裝 那首先我們就來做可愛的鸚鵡吧 好 鸚鵡呢 我先用了一個白色 OK 白色這個地方呢 可能就是我們的鸚鵡的臉 因為我們要讓它明顯一點 那黑色也要一點點 黑色呢 我選了一個上弦 還有一個下弦 因為在設計鳥類的一個造型的時候啊 前面的嘴巴 鳥會 我記得念會 那鳥會 這個地方呢 只要你稍微更改一下形狀 他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鳥類了 所以其實我們在創造 或是在設計鳥類的模型的時候 最重要的就是把它的嘴巴 把它嘴巴的地方做出來 嘴巴的地方做出來呢 就像囉 就超像的 好 那這邊我們用一黑 兩個黑的一個上弦一個下弦 我們等一下拿來做嘴巴 那我們通常呢 看的鸚鵡 我想我最常看到的就是那個 紅色的那個金剛鸚鵡 那各位不知道以前有沒有看過一個唐老鴨的那個影片 有紅色鸚鵡 綠色鸚鵡 還有一個唐老鴨 好像有這個影片 小朋友沒看過正常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鸚鵡它是有各種不同的顏色 所以啊 等一下在做鸚鵡的時候 你不管拿什麼樣的顏色來做 我都說它是對的 因為鸚鵡的顏色本來就很多 甚至也有白色的鸚鵡啊等等之類 但是我們這邊先看一下 這個我一個上弦一個下弦 黑色的我拿來做嘴巴 那身體 因為剛剛二月老師說我要做紅色的金剛鸚鵡 所以我要拿很多紅色的方塊 我看一下 123456 大概六個吧 六個正方形 好 我六個正方形作為我鸚鵡的身體 好的 這裡二月老師拿出來了 六個紅色的正方形 放著 好 看一下頭 這個臉 嘴巴 身體 身體六個紅色 欸 我發現我放太後面了 這邊嘴巴兩個 頭的臉 然後這邊是身體 那除了身體之外呢 我們可能還要讓它帥一點 所以要有一點曲線 所以我加了一些 一個紅色的上弦 一個紅色的三角形 這邊拿來做一些形體的修飾 那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也再留一個 喔 我講一下喔 等一下再加好了 先把它基本樣子做出來 所以我這邊再加了一個紅色的上弦 看紅色的三角形 等一下拿來修飾鸚鵡的身體 那最後呢 鸚鵡它會有它的翅膀 那青鵡鵡它的顏色比較豐富喔 除了紅色的身體以外 它還會有綠色和藍色 還有黃色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就把它平均分配一下 我可能加綠色 綠色我拿兩個三角形 然後呢 藍色我拿一個兩個正方形 再來 藍色拿三角形好了 其實差不多形狀也可以 就算你沒有跟鱷魚鳥是一樣的形狀 你用正方形拼出來 其實應該也是有模有樣 那我這邊是因為 可能要讓一些人 在組裝的時候比較好組裝 所以我拿比較簡單的形狀 好 那除了這幾個形狀呢 我們也可以再加一些 比如說黃色啊 什麼等一下 任何的顏色的元素在裡面 不過因為時間上的關係 我先把它簡單做出來 對了 差點忘了 鸚鵡也要站起來 所以我要給它一個角 這樣就變成剛剛二玉老師做的 這幾種顏色 我看都有進來 紅色 然後藍色 然後綠色 還有這個 黃色 好那我們就開始來做吧 首先呢 我們先把這個地方正方形 我們當做是它的臉 不管點點朝上還是朝下 我們先把它做出一個頭的形狀 所以這個點點呢 我們要把它藏起來 藏起來的最好方法就是讓它 這樣子 結合在一起 OK 這邊是我們的鸚鵡的頭 這是臉 這是頭的後面 後腦勺 所以這邊摸一摸 比較好摸 OK 我們先把它肌木延伸下去 因為要做身體 凸的地方 就對凸的地方 凹的就對凹的 先把它延伸 變長 OK 好 兩格了對不對 好 我要讓它再撞一點 再一格 好 這裡再一格 這邊呢 我現在還沒有壓緊 我現在還先把它放著 但是我先把它做出鸚鵡的形狀 這是它的頭 還有身體 那接著呢 我們要收斂 因為如果一直讓它方方正正的 它看起來就會太胖 所以這裡呢 我要加入三角形 讓它收下來 那這邊會碰到一個問題 這個地方它會卡到 它會不好裝進去 所以我們要先把下面 三角形和正方形的凸點 結合一下 OK 先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呢 跟它對齊 這邊點點就會在這邊被收起來囉 這樣點點就會不見囉 好 那確定好之後呢 就把它壓緊 OK 把它壓緊 好 鸚鵡的基本 我們就做好它的身體了 好 做好身體之後呢 我們就來加一下它的一些 比較特徵的地方 那首先就是它的嘴巴 好 我們先加一個 好 剛剛有說 如果要做鳥類的時候呢 最重要就是它的嘴巴的形狀 所以像這邊 這個嘴巴 雖然加上去已經有一點像了 可是還差一點點 那我們就是讓它有點回勾 喔 這裡 讓它嘴巴大一點 有沒有 突然 它就有鸚鵡的樣子了 喔 這個 底下這個很重要 如果少了這一塊呢 喔 鳥類的嘴型會影響到我們 認識一隻鳥喔 所以 這邊如果我們把它這樣勾起來呢 就會比較像鸚鵡 那如果沒有這個 我們就會覺得它就是一般的蚊鳥 就是一般的那種 就是比較路邊常見的麻雀啊 還是什麼 甚至像烏鴉也有可能喔 如果後面不是紅色的 你可能就會把這個嘴巴 認成是烏鴉 所以我們這邊加一個下弦 就是要把它修飾它的外型 讓它看起來像鸚鵡那種 很有力的那個嘴巴 OK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讓它可以站起來 我把它的腳這邊延伸一下 好 延伸一下 讓它黃色的腳 讓它站起來 好 這邊呢 我們就已經完成大致上的鸚鵡的樣子了 這邊有腳 那我們接著呢 就把 它的翅膀放上去 那說是翅膀呢 其實就是它的羽毛的顏色 因為我們現在只有紅色 很單調 只有紅色很單調 所以我們 剛剛選了很多顏色 比如說綠色 藍色 這把它放上去 好 這邊我就把它變成一個這個形狀 這邊看起來像一個小三 把它做成一個小三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綠色 因為我要對稱 藍色 OK 把它翅膀做成藍色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好兩個翅膀 兩個翅膀呢 我們就裝在一個中間的位置 OK 裝上去呢 它就看起來就是一個鸚鵡的形狀了 好 那剩下的呢 你就可以再加一些些 去做裝飾 比如說 剛剛二宇老師有提到 其實加一些黃色 也不錯 那你 你也可以再用多餘的積木啊 在它的屁股這裡 在它的屁股這裡 可以加一些黃色 可以加一些黃色 讓它看起來 尾巴比較長 那這樣也可以站得比較穩 這樣 可以讓它多一個支撐點 讓它站得比較穩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的羽毛啊 再去做一些設計把它打開 那這邊我們先在這邊 先幫它加個眼睛 我的黑點點 掉了掉了 好來這邊一樣 上禮拜有講過的東西 來 一邊用 一般的黑色點點 看起來不可愛 因為它是黑色點點 真的要說好可愛要等這個 我超喜歡加這個眼睛 要說好可愛等二位老師加了這個再說嘛 別忘了它 勿忘它 沒錯 我跟你講 這個眼睛加上去 這個鸚鵡才是可愛 哈哈 二位老師還是覺得這樣的 欸 欸 奇怪了 這個眼睛 我把它往下看了 難怪覺得它怪怪的 等一下喔 這個眼神也是影響因素 我剛剛不小心沒注意到 把它的眼睛啊 往下看 讓它覺得說 奇怪它怎麼好像在瞪我 OK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用一般的那個 圓點點的眼睛 它比較大顆 有沒有 另一邊 這個 活靈活線的感覺 這個就是比較中規中矩 所以如果你比較傳統 可能看這邊 你覺得你要讓它靈活一點 就看這裡 OK 不管怎麼樣呢 這是我們第一個 鸚鵡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要來做什麼呢 二位老師想一下 上次啊 有人說想要做孔雀 OK 好 欸 喔 鸚鵡對沒錯 它是鸚鵡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孔雀 鸚鵡就把它放一邊 好 那各位覺得 欸 請問可以單獨 買三角形積木 可以喔 在網路上可以 有一個地方叫零件訂購區 在官網有一個零件訂購區 你可以另外購買那個單獨的零件 只是如果買少量的話 我覺得運費很不划算 所以可能買多一點 或是直接買這個包裝 我就覺得還不錯 這個包裝的CP值真的很高 OK 好 那我們這邊呢 接下來我們來做鸚鵡 不是鸚鵡 那個叫孔雀 好 來孔雀呢 它在我們的一個印象當中 大家就是背後啊 會有很多莫名其妙會展開的那個 羽毛 可是呢 我們在這個裡面 因為它這個包裝號稱 可以同時組出40個 所以它裡面做的模型都比較小 但是呢都有把它的精髓帶出來 好 但我們等一下呢 我們可以先做它原本的樣子 那後續我們一樣可以做延伸變化 那時候再做延伸變化 我們的孔雀就可以用積木來做囉 欸 講的現在好像不是用積木做一樣 等一下可以用更多的零件來做 那 我自己在看孔雀的時候啊 去那個什麼獸山動物園啊 還是以前那個新竹動物園的時候 孔雀的身體好像大部分 在陽光照射下 它比較偏向那個藍色 OK 它比較偏向藍色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孔雀的主體我們就用藍色的積木 來決定它 好 這邊藍色積木我們要用幾個呢 因為我是做小孔雀 所以我大概用一二三 三個藍色積木 好 這三個藍色積木呢 我會用來做它的脖子還有身體 OK 三個 那接著呢 我可能還要一些上弦和下弦 好 這邊用的上弦和下弦呢 我用了兩個 兩個上弦 比較胖的這種上弦 來做翅膀 好 OK 可以把它先說一下 你們可以先剪起來 因為我們這邊 每一次都是一個包裝 所以用這個包裝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 比較就直接從裡面拿 所以沒有辦法列每一個小清單 這邊我可以跟下一次上課的老師也先講一下 不好意思啦 應該這個零件如果真的要全部準備起來 怕延伸也會不方便 所以我們都是以一個包裝裡面有的為主 所以這邊就請見諒一下囉 好 這邊我們這兩個上弦呢 我們是拿來做翅膀 那再來我還要兩個三角形 好 這兩個三角形要做什麼呢 這兩個藍色三角形呢 我是拿來做它的脖子 OK 拿來做脖子 好 所以我們這邊 脖子的基本有兩個 身體一個 然後呢 總共有三個正方形 總共這邊有三個正方形 那另外延伸脖子的也有一個 三角形 那另外一個呢 另一個三角形 我可能是拿來做尾巴 做尾巴的地方 再來 兩個上弦 OK 兩個上弦是拿來做它的翅膀 小翅膀的感覺 那剩下的呢 我可能用一個 用咖啡色好了 我可能會用咖啡色 拿來做它的挑膠 把它的顏色錯開 因為藍色的顏色本身已經很重了 所以如果我用黑色 我們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藍色配黑色 兩個配起來太重 那可能在形象上面 或是在觀看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如果藍色加咖啡色 會好一點點 至少它比黑色再亮一些些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顏色 不過我這邊就是先用咖啡色來做 因為我覺得咖啡色比較有踩到土上的感覺 就是踩到泥土上的感覺 OK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準備的材料差不多就是這樣囉 再來一個好了 差點忘了嘴巴 好 然後呢 因為剛剛有說孔雀開屏 我們這邊是做小孔雀 所以暫時 它開屏的地方 我們先用這個齒輪 齒輪來假裝它會開屏 那如果等一下呢 我們在做延伸的時候 我們再用其他的積木 做孔雀開屏的樣子 所以這邊我先拿這個 好 好這裡呢 我們開始來做我們的孔雀囉 首先 我先把他的脖子做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先找一個當做臉 先找一個正方形當做臉 好 來延伸下去 好延伸下去 好 這是他的脖子 好 第二顆 他變成脖子了 第三顆呢 脖子要連在身體上 所以我用三角形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頭 脖子 還有他的脖子的收的地方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有一個孔雀這樣 我用手 欸欸欸 就是孔雀這樣子 頭會這樣探出來的感覺 好 那這裡先這樣子囉 好 接著呢 我們看到身體 這裡的身體的點點 我們注意一下喔 我讓它朝上 然後這邊的點點我讓它朝上 為什麼呢 因為等一下下面我不希望它突出點點來 那這邊另外一個三角形 來囉 另外一個三角形 我讓它的點點朝後面 好 所以它看起來是這個形狀 好 正方形 正方形 三角形 彎進來 正方形 三角形 凸點朝後面 這個凸點朝後面呢 我們是等一下要來接我們的孔雀開屏的地方 好 所以我們這邊 確定一下 基本的身體 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接下來我一樣跟剛剛的鸚鵡一樣 加上腳 加上腳 先來一個正方形 先來一個正方形 再來另一個正方形 讓它可以站起來 大概鳥類的特徵 就是它的腳都是小小的 因為我們都是做單片的 所以這邊腳就給它小小的喔 好 那身體這樣延伸上來 我們把左右邊給它小翅膀 好 因為孔雀啊 它還是有小翅膀 在它尾巴的旁邊 這邊都有小翅膀 OK 好 那這裡 最後呢 我們先把它的嘴巴 放上去 好 這邊看起來孔雀的一個基本的形 就有囉 好 好 那它現在還沒有開屏 好 它現在還沒有孔雀開屏 所以我們把這個齒輪 把它對齊這個圓圈圈的地方 它是可以做連接的 OK 把它放到屁股這裡 OK 就有孔雀開屏的感覺 好 那因為這是用 劇目去做的 所以它 開屏沒有這麼大 那 如果我要讓它不要那麼高 如果不要讓它那麼高 我就可以把這個凸點換在下面 好 大概就會是這樣子 看你要高一點 好 不想要讓它開那麼高 就往它 讓它往下一格 也可以 那我這邊 把它往下調一格 給各位看一下差別 好 這邊轉一下就好了 屁股一樣 屁股一樣留著 好 那這邊我把它稍微調下一格 一樣 孔雀小開屏 在它的屁股這邊就是開 那如果今天呢 像孔雀和火雞 它其實是有點類似的樣貌 所以這邊只要我把它屁股加大 就會變成復活節的火雞了 所以其實鳥類的特徵呢 有些是很相似的 只要你找到它的特徵點 就可以讓它變成另外一種生物 像如果我今天要做火雞 我就把這個地方換成紅色 然後身體換成有點黑色 然後屁股用咖啡色去做就好 我是不是忘了畫龍點睛一下了 先這邊眼睛 一樣我一邊先裝黑色點點 一邊先裝黑色點點 它看起來就是這樣 黑色好像真的看不太到 那另外一邊就是用有眼睛的 好 我真的覺得加了眼睛 整個活靈活現 有沒有覺得這個很像以前那個BB鳥 就是那個有一個大野狼一直追的那個 然後跑一跑會喊BB 好對了我們是不同年代的 啊 好 來這裡 這個就是我們的孔雀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把它一樣做一個小延伸 好那因為剩下的時間不多 我們接下來第三種鳥類呢 我們就做最簡單的攻擊好了 看一下喔 黑白眼睛比較明顯 對喔 因為它這個眼睛裝上去 整個會感覺到它是一個活起來的感覺 OK 好接下來呢我們做最簡單的攻擊好了 攻擊呢 其實我們書上做的攻擊它比較小一隻 OK 它比較小一隻喔 但是呢 我們等一下在做的時候呢 可以試著調整一下 好那這邊喔 我們順便介紹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 六凹的積木方塊 因為各位應該會發現二月老師在做的時候 都會把那個凸點喔 這個積木上的凸點 把它藏起來 但是有時候我們做的模型做太小了 它根本沒有辦法讓四個積木扣在一起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用這種六凹積木 把它當做身體的一部分 那讓它 可以不會有這個點點突出來 所以等一下呢 請幫我準備一個六凹的積木 六凹的積木 來一個正方形的積木 好 一個黃色的積木三角形 一個黃色的下弦 好 一個黃色的下弦 好 因為這個公雞比較小隻喔 所以這邊準備的零件比較少 好 那接著呢 兩個紅色的下弦 下弦 紅色的我有兩個 我把一樣的形狀排在一起 紅色的下弦有兩個 再來 白色 一個三角形 白色一個三角形 然後再來一個黑色的下弦 黑色的彎彎的下弦 好 所以下弦有一二三四四個 好 再來 有一個 白色的 白色的上弦 OK 所以總共只有這些材料 我算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個零件 九個零件 等一下再加上眼睛大概十一個吧 OK 十一個零件 那我們這邊就快速的組裝 好 因為我現在看一下 哇已經三點二十六 時間過超快 好 這裡呢 我們用這個六凹的肌木開始 六凹的肌木開始呢 其實它就是我們的身體的一部分 身體的一部分呢 用六凹是因為不要讓那個突點點 突點點跑出來 所以這邊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往前延伸 好 那它是身體喔 身體延伸出來的地方 我們就是脖子或是它的胸膛 那因為我們這個小公雞做的比較小 所以我們就是在抓它的特徵點喔 好 那這邊 我們再用一個正方形連接 就是雞頭的部分 雞頭 所以頭和身體 那它的腳呢 我們一樣延伸 我們用三角形延伸 往下 這邊延伸 我還是用白色 因為 雞的那個雞爪 各位都有吃過嘛 它佔整個雞的比例 其實只有一點點 如果我把這整隻都用成黃色 那這隻雞爪也太好吃了 這個雞腿也太肥美了喔 所以我這邊用的是三角形的白色 做出它的身形 那這邊其實 是腳的部分 我只是讓它用三角形看起來比較尖 那爪子呢 就用一點點 所以我在下面 我用了黃色的下弦 做了它的腳爪 雞爪 雞爪的部分 好 那接著呢 公雞它有幾個特徵點 我相信各位一定都知道 公雞的頭上就是我們的雞罐 雞罐大概就是紅色的 所以只要有了雞罐呢 有沒有發現 特徵點一出來了 雞罐就有感覺了 就有一點特徵點的出來 但是 如果你只做成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話呢 會被誤會成什麼 啄木鳥 因為啄木鳥的頭上 也會有一個紅色的罐 所以這邊 如果你就把特徵點的雞罐做出來 還不夠喔 我們要接下來呢 我們把雞的嘴巴 咕咕咕 那各位知道公雞 還有什麼 它下面這邊會有一個 看起來像那個紅紅的東西 所以 只要再把嘴巴 和這個底下的這個肉 我不知道這個面什麼耶 反正就是像肉槌一樣的東西 OK 做出來公雞嘛 就有它的這個 就會有它的神韻在了 那通常公雞呢 尾巴都會翹很高 所以我們用黑色的下弦 把它翹高高的屁股 把它這樣放過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公雞的基本的形狀了喔 好 那這邊尾巴呢 你也可以去挑不同的形狀 或是等一下我們在延伸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把它加漂亮一點點 好 那這裡呢 我們一樣 最後畫龍點睛 畫龍點睛又來了 最喜歡的部分就是這裡了 好 先拿一個正常的黑點點 好 另外一邊我用 小眼睛 好嘞 正常的組裝上去是這樣 然後呢 加了眼睛 登登 刮刮 OK 老師可以做老鷹嗎 好啊 等一下我們下一堂課來做齁 等一下我們下一堂課來做一隻老鷹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公雞 就完成了 那如果他今天是母雞 母雞 不好笑 OK 好啦 就是 如果他今天是母雞 我們就把公雞的特徵拿掉 如果他今天是母雞 我們就可以把他的公雞的特徵拿掉 比如說拿掉這兩個 拿掉這兩個特徵呢 他就變成像鴿子一樣 所以我們只要把他的身體變胖 就會變得不一樣 不過等一下我們在延伸的時候再做齁 我先把他變回來 因為我們要先休息10分鐘 OK 好來這裡 OK 這是我們的小公雞 那我們就讓他去旁邊休息吧 團圓 OK 好那我們這邊呢 現在是3點30分 等一下我們3點40分的時候呢 我們就來延伸變化 那有人說想要看一下老鷹怎麼做 沒問題 那其實呢 除了老鷹之外呢 我個人呢 很喜歡有一個天鵝 在這裡面有一個天鵝的造型 那因為他的脖子做出來是蠻好玩的 所以等一下有機會也會跟各位分享 但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做基本的延伸 把剛剛的鸚鵡 把它升級 把剛剛的孔雀再升級 把公雞 要升級嗎 不用啦 OK OK好 就等一下我們會把一些剛剛做的東西 再做一些延伸變化 OK 好 那我們先休息10分鐘 等一下再回來喔 OK 好 二瓶老師我回來了 好的 我們這邊 欸對 才剛開不會大家那麼快進來 來我這邊先自己玩一下 好來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東西 這是我們剛剛做的三隻鳥兒 三隻小鳥兒 OK 好來這邊 剛剛做的這三隻呢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把它變強 變厲害 那剛剛有人呢 也有說 想要學一些不一樣的鳥類 沒關係 二瓶老師通通教你齁 不過這裡呢 我等一下呢 在做的時候啊 就可能會開始延伸一些東西 讓它變得比較複雜一點點 等一下呢 我們用的零件 數量就比較不一定喔 但是就因為這個數量不一定 所以你直接拿什麼東西都可以 好 那我們剛剛第一隻做的是鸚鵡對不對 好 這兩隻先去旁邊 好 來我們鸚鵡呢 其實在做的時候啊 鸚鵡最重要的就是它在哪裡 各位有習慣看那個蔡康永嗎 他不是都會在肩膀上有一隻烏鴉 對不對 小朋友不懂沒關係 小朋友不懂正常 但是二瓶老師跟你說 每一隻鳥類都有它特別喜歡待的地方 比如說有些人養鸚鵡很喜歡放在手上 或者是把它養在哪裡 那其實呢 我們只要給它一個合適的地方 這個作品就會看起來超厲害喔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一個作品 像上次我們都幫這個動物啊 找到一個家 那今天呢 因為鸚鵡它的整個造型 我覺得已經還蠻完善的 我覺得它已經看起來蠻好看的 所以我們先讓它站在樹枝上 因為鸚鵡啊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在很多卡通裡面呢 或是你有看到有人養鸚鵡啊 它都有一根桿子可以站 它都有一根桿子的地方可以站 所以啊 我們可以先這樣 我們可以先做出我們的基本造型 好 我們拿咖啡色 這個咖啡色呢 我先讓它左右平均 其實可以稍微偏一點點 平均不好看 稍微偏一點 那這個凸點的地方呢 是等一下我的鸚鵡要站的位置 凸點這個地方 是我等一下鸚鵡要站的位置喔 好 那底下呢 我們讓它稍微立起來 立起來 立的高一點點 這邊我都用咖啡色 因為我覺得用咖啡色呢 比較能表達出我要的感覺 好 所以我用了咖啡色 做出一個這樣子的小東西 ok 等一下我調一下 好 這樣比較近 ok 看一下我做凸點 是等一下鸚鵡要站的地方 那如果你要讓它稍微偏一點點也可以喔 如果你要讓它稍微偏一點點 像我想讓它站左邊一點點 不要站在正中間 那我可能就這樣 移過來一格 或是再延伸 這都沒有限制 看你喜歡就好 那接著呢 因為鸚鵡站上去 會很重 會倒 所以我們就在底下 先加強 那它站的位置在這裡 站的位置在這個凸點 它的重心就在它的正下方 所以它的正下方 我們先多加一個方塊 多加一個方塊 然後旁邊呢 就隨便囉 旁邊我想裝什麼就裝什麼 OK 那我都用三角形好了 這樣大家找零件比較方便 剩下的地方我都用三角形 好 那我用三角形用在哪裡呢 就把它填好填滿 讓它站的比較穩 我這邊用了四個三角形做底座 OK那旁邊再加好了 反正金木不用錢 金木買的時候要錢 現在買回來就怎麼用都不用錢 這邊不要亂講話 OK金木要錢 OK 這邊我把它變成這個形狀 這樣我等一下鸚鵡站在上面呢 它就不會跌倒了 不會跌倒 那我就這樣放著 好 那我們先把鸚鵡放上去 好 所以有沒有這鸚鵡呢 放上去的時候 各位發現有沒有哪邊不自然 好像就是很呆呆的站上去對不對 其實呢 我們在做一些戶外的 或是說一些造景的延伸 我們就要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不用這麼規規矩矩的 像這個 我們可以把它的一顆金木拿掉 讓它裝在 裝在咖啡色上面有沒有 好 讓它看起來 腳像縮起來一樣 好 讓腳像縮起來一樣 然後一樣 我們把多的這個 扣在上面就好了 這邊 我們等於是說 把剛剛的那一格 把它替換掉 讓它這樣看起來 比較深情不會是硬 硬實版的站在上面 這就是我們在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可以做的微調 好 因為如果我是直接放上去 它就會看起來站得很高 沒有融入在一體 所以我稍微把它降掉一格 就會變這樣 OK 它就會看起來比較符合在我們的這個作品上 比較像做在這個樹枝上 好 那當然其他地方 我們也可以再加一些 譬如說我先襯托一下旁邊 我在旁邊我想襯托一個葉子的感覺 好 那我就可以用兩個上弦 兩個綠色的上弦 再加上一個綠色正方形 我可以用這個來做葉子 那這裡 我的正方形突點朝這裡 因為等一下要連過去 好 來上弦 一個 另外一邊下弦另外一個 好 再來 再上前 這樣就會變成 葉子的形狀 好 那我就把它放在旁邊 OK 這樣放 它就是站在樹上的感覺 我也可以放另一邊 平均一點 好了放這邊 這邊 可以放在這邊 讓它感覺站在樹葉上 好 那如果你不要做到那麼大塊的葉子 或者是你想要單純一點 就是站在樹枝上 你就可以這樣子就好了 好 那這裡呢 是我們基本的 讓它站在一個抹物上面 做它的造型的部分 好 那除了讓它做在一個樹上呢 我們也可以加強它的翅膀 加強它的翅膀 讓它變得更好看 那怎麼樣加強呢 我們把這個翅膀 剛剛這邊 手部的地方保留 但是呢 我們加長 並且加顏色 那我們可以想像它是一個漸層 所以從深的 我們可以換 這一次我們從 藍色應該跟綠色到底誰比較深 等一下綠色 好 我決定了 我先用藍色開始 因為我剛剛這邊原本是用綠色開始 我覺得不好看 那我用藍色呢 藍色之後呢 我讓它接觸到黃色 先讓它接觸綠色好了 然後接觸綠色之後呢 再接觸黃色 因為剛好 藍色加黃色就是綠色 然後再用這個 比較細微的這個東西去做延伸 我們把它的翅膀變到那麼大 OK 把它變到那麼大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方向性也可以調一下 那我先把它先這樣子 我先做 把兩邊改成這個 我們先比較一下好了 好 這邊是原本的 原本的翅膀 原本的翅膀再沒有延伸 它比較小一點 然後色細 跳沒有那麼出來 但換了翅膀 OK 有沒有發現 因為加了黃色在裡面 黃色的元素在裡面 它變得比較豐富一點點 雖然說它只差異沒有到很多 但是多了這一小點 多了這一小點 它就是會有一種 整體性更強烈的感覺 OK 再看一下原本的小翅膀 加了黃色的大翅膀 OK 它就會有這樣的差異 好 那我們這邊呢 先把兩邊都換成一樣的 那我這邊一樣喔 另外一邊我先用三角形的藍色 三角形的藍色 在哪裡 好 在這裡 然後呢 接綠色 三角形 接綠色 再來接黃色 把它有點類似像調色盤一樣 調完最後再用一個 下弦 下弦的黃色 把它做結尾 好 那這邊另外一邊的翅膀我也做好了 那這就是我們鸚鵡啊 基本上可以讓小朋友先延伸的部分 就是把它的翅膀變帥 好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讓它抬高一些 抬高一些有什麼用呢 它底下 底下這邊我們可以用下弦 去增加它的羽毛感 這邊我們用 綠色 綠色和黃色 我們加在下面喔 OK 那順的毛 順的毛 毛要去順的 這樣順順順順的滑下來 好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加下弦在這裡 這邊看起來 嗯 等一下 嗯 好像不夠順 好 等一下讓我調一下它的角度 好 這邊我把它貼平 貼平好了 好 我把它貼平 好 這邊是加了下弦 增加它的身體 加它翅膀的面積 讓它變得這麼大一片 OK 那這邊是沒有增加的 好 所以有增加之後呢 它的整體感 就會比較多色彩 好 那有些人會覺得說 喔 這樣加它原本的紅色就不見了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個人的喜好 好 那像如果覺得太多 就拿掉一個 好 讓一些紅色也露出來 好 讓一些紅色也露出來 因為櫻母呢 它就是顏色 豐富的一個鳥類 所以其實當我們慢慢加了這些小東西啊 它在我們的整體作品上面就會變得比較有趣 OK 它在我們的整體作品上面呢 感覺就會比較不一樣 好 所以這邊鸚鵡呢 我們就把它做一個樹枝的延伸 還有就是翅膀的加厚 讓各位自己去調一下 那有些人呢 他們 蠻聰明的 他們覺得這個嘴巴不明顯 他們也會換顏色 那鸚鵡還適合什麼顏色呢 灰色也是不錯的 灰色的嘴巴也是蠻適合鸚鵡的 看起來會沒有那麼兇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把鸚鵡的嘴巴換成灰色 它的感覺就不會這麼兇 這就是看個人喜好 但是灰色黑色都還蠻適合的喔 因為鸚鵡的嘴巴呢 通常都是需要一些這樣的調整 你也可以一半一半 你也可以一半一半 讓它的顏色更豐富 一半一半的感覺 那這邊呢 延伸的部分呢 你就可以讓孩子 或者是你自己試試看 把它做成一個可愛的鸚鵡造型 那我先把它放旁邊 這個鸚鵡的家 放旁邊好了 接著呢 接下來要動手術的是誰 是我們剛剛的孔雀胸 好嘞 孔雀來了 剛剛這個孔雀呢 比較單調對不對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把它延伸的 就是它的整個 它的 後面的 開屏的地方 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講一講都會 覺得有點老口 我先把它眼睛都換成一樣 眼睛都換成一樣 好 那既然它是孔雀開屏 首先呢 我們要注意到的就是它的重量 為什麼 因為這隻孔雀的大小 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們要延伸了之後 如果等一下屁股太大 它會往後倒 OK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拿掉 OK 拿掉之後呢 孔雀開屏 它的開屏之後呢 會有非常多的顏色 那它的顏色呢 通常都是綠色和藍色 但是我藍色再用下去 它就會看起來太複雜了 所以我這邊呢 我用一點灰色好了 灰色好像都沒用 OK灰色都沒什麼在用 那我就拿灰色當底 因為灰色超多的 好 我們這邊開始底部延伸呢 我們要像花一樣展開出去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當底之後呢 左邊一個三角形 右邊一個三角形 好 這邊就是花枝招展的延伸出去 好 那這邊延伸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其他的三角形繼續 好 那我這邊就開始加入一些綠色 因為我要用綠色藍色黃色 這個當作我的整體設計 好 第二層呢 我就加了綠色 好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延伸出去了 但是中間的地方 中間的地方 我要先用正方形 理由等一下會說明一下 好 來中間地方用正方形 好 再來延伸 因為這邊延伸出去 它還是第二層對不對 好 這邊還是第二層 第二層 我們這樣看 它就是一層一層 這邊第二層 好 這邊第二層有了之後呢 我們第三層我用黃色好了 還是要用什麼顏色 紅色嗎 不要 好 黃色 好 黃色在第三層 第三層黃色呢 我們可以開始 比一下 這個孔雀看起來還太小 還是太大 太小 我一樣用黃色 那第三層呢 因為它已經延伸出去了 所以我可以加一個正方形 我可以用正方形 好 這邊正方形加上去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設計囉 設計你想要讓它開成什麼花 好 這裡我先把它壓緊 轉一下 轉一下壓緊 好 這邊我們的第三層就是黃色 好 對照一下 好 孔雀開屏第三層好像已經很多 可是我覺得要開到五支耶 如果開到第五支會不會比較好看 我想一下 好 那個各位我這邊調整一下 我覺得開五支比較帥 開五支比較帥 所以我這邊 我這邊底下調整一下 這裡呢 我底下的原本三角形的灰色 被我用成正方形 我換成這樣子 好 那它會變成怎樣呢 好 這裡 看一下 底下 底下 剛剛的三角形被我變成正方形之後 因為我想要開第五支 第五支 所以呢 我再繼續延伸 OK 不用了 應該這樣就好了 好 這樣 好 這邊我覺得 這邊可以再用其他的顏色出去 好 這邊 好像還是綠色比較好看 等一下我對上去一下 好 這邊應該要換成綠色了 那我這邊就直接用正方形 因為我是想把它有點類似 散出去的感覺 所以我這邊稍微多做了一些調整 我想讓它變成有那個五根 五根 好 所以這邊 第二層是 第二層是綠色的 所以我這邊第二層綠的第三層 就是我們的黃色 好 所以這邊一樣 我們加黃色 所以孔雀開屏呢 我在設計 這個花紋的時候呢 我就是照著它的層 第一層灰 第二層綠 第三層黃 那第四層我給它有點帶白的好了 第四層白的 好 那這裡呢 第四層白的呢 我們就要開始考慮一下囉 我們要用正方形呢 還是用其他的 好 那我這邊先用正方形 然後這邊先用正方形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原本的孔雀啊 它的開屏很小 現在加上去 看起來像巨如霸一樣 比較真的有那種孔雀開屏的FU了 好 這邊呢 我們開始收斂一下 我們開始收 就是把它縮短一點點 首先 我們要先把剛剛的一些地方 做一些調整 比如說 在這裡 中間 這邊 中間一定是最高 那我這邊剛好又凸一個點 所以我用這個六二層木 好 收最高 收最高 好 好 收最高這個點之外呢 因為剛剛有說他 屁股會很重 會倒 屁股很重 會倒 所以這邊後面 我們幫他多加一個小的三角形 幫他多加一個小的三角形 用灰色好了 灰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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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色灰色 灰色三角形 把它墊在後面 這裡 支撐著讓他不要往後倒 那其實呢 這邊 覺得這樣就完成了嗎 沒有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孔雀也太弱了 接著呢 我們盡量找一些下弦 下弦的形狀 我們要掺刷在裡面 下弦 要看你要用灰色還是用黃色 我們剛用的哪些顏色 我們就給他加下去 反正加價不加量 加量不加價 這樣念才對 OK 像我在這裡 後面這裡 孔雀後面 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用兩個下弦 安排在左右兩側 好 這樣 這樣就會讓他的翅膀看起來更花 那這邊呢 記得在加的時候呢 左右錯開 會讓他的層次感比較好 像我在下一層 在下一層的地方 然後我就再加這個 再加到左邊這邊 OK 好的 沒錯 我把它錯開了 糟糕了 我發現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下弦好像被我拿去 拿去餵鸚鵡 了 我好像這邊 剛剛鸚鵡用了 在這邊找不太到 好 那找不太到的話呢 我就稍微換一下 因為二位老師的對稱感 有一點強迫症 所以我兩邊一定要用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用了兩個下弦 我把裡面改下弦 外面我就改成用 哎呀 回來了回來了 啊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直播突然斷了 喔 剛剛突然網路又斷掉了一下 害我又重新連 不好意思喔 讓各位久等呢 對不起對不起 剛剛 網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小斷了一下 好 那這邊 大家都連回來了 謝謝 好 這裡呢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顏色在他的後面 我們就是把它左右對稱 然後一樣在尾段 尾段呢 我們一樣可以加一些零件 OK 加一些零件 那 這個剛剛我們最旁邊這個白色啊 我也可以把它換掉 因為剛剛一開始 覺得太多了 所以我可以把它換掉 換成其他的形狀 這邊就自己設計一下 那我這邊換掉之後呢 我就大概 我的孔雀開屏大概就是這樣 OK 這是我設計的花紋 那如果你自己有設計不一樣的花紋呢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整 不一定要跟二瑜老師一樣喔 這是我設計的花紋 那如果你自己還有一些那種 就是小給西的話呢 怎麼是小給西 就是有一些小東西 我們可以用的時候呢 像孔雀啊 那他在花紋那個羽毛上面呢 都會有一個看起來像眼睛的東西 那我們用黑點點來代替 增加他的那個層次感 在最尾端 最末端 加上一些層次感 讓他比較 有孔雀開屏的感覺 所以這時候呢 孔雀他們最喜歡做什麼事情呢 很多故事啊 很多書上門 就會說孔雀呢 他們最喜歡開屏的時候 就是來做選美大賽 所以這邊你可以把孔雀開屏 把他設計的更誇張 他就會從原本 把原本的樣子 做前後對照 在我們還沒延伸的時候 孔雀長這樣 還沒有延伸的時候 孔雀只有這樣喔 一開始 但是呢 我們把積木裝上去之後呢 孔雀就變這樣子 哇 有沒有 這個孔雀加了這個 開屏的感覺 就是不一樣 所以這邊呢 孔雀的延伸就是 把他原本有的地方在做加強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 每次在做這種延伸啊 時間都過得很快 我們先 把剛剛這個公雞呢 我們先把他忽略吧 因為公雞呢 再繼續延伸下去了 可能就是蓋一個雞舌 還有什麼 幫他找一個伴侶 還有呢 把他切來吃嗎 不要不要不要 所以剛剛有人說 想要學一下老鷹怎麼做 OK剛剛因為有人說 學老鷹怎麼做 這時候我突然想到 因為有一些鳥類 他的特徵 可能需要一些聯想 或者是說他需要一些 其他的物品來輔助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來教一下老鷹怎麼做 OK 好來 老鷹呢我們需要的是 把他的翅膀 把他翅膀 這是 變身後就是不一樣 再說他嗎 對 好 來這邊呢 我們講老鷹呢 他的特徵點在於 他要展翅高飛 OK 展翅高飛的老鷹 再來 他的顏色特徵也很重要 如果你有看到那個 美國大老鷹呢 他的頭啊 就是有點那種白白白的 然後嘴巴就是 鷹勾筆那種 不是鷹勾筆在講人 就是那個鷹的勾 就是那種勾起來的感覺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把那個 特徵做出來 好那既然 他是一個展翅高飛的動物 那我們就先把他的頭 做出來 所以我們要做老鷹的時候呢 先一樣 我們把他剛剛說他的頭啊 通常都是白色的 所以我們就用白色的 當我們的頭 那因為我們要讓他 有點流線感 所以我們挑一個上弦 OK 好挑一個上弦 這邊兩個零件囉 好接著 我們要來挑什麼呢 我要來挑 他的這個勾 嘴巴的部分 那其實一般的 因勾的時候 這裡我們就用這個 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我快速的組裝 我先把三個組起來 一二三 這樣就可以做出老鷹的頭了 如果你這樣拿 就會有點像了 所以老鷹呢 其實他的顏色 用對了 他就會很像囉 好那至於他的身體呢 我們就用 就用白色和咖啡色來搭配 白色和咖啡色來搭配 這個地方 頭髮 他的那個頭髮 我先這樣子放 那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當做脖子 所以這邊 我用了一個上弦 延伸他的脖子 那接著呢 就是他的身體了 身體的話呢 通常老鷹的顏色都會比較暗 他不會太亮 所以呢 這邊呢 我可能就用這個咖啡色 來做老鷹的身體 好 那這裡 老鷹的身體 我先把它加上去 好 老鷹如果要大隻一點 就把它弄得肥一點 那我這邊用兩格還是一格 書上呢 其實有一些老鷹 他用到兩格 是因為 比較胖 那比較瘦的話 就是一格 然後我們可以看 我們要讓他做什麼動作 那我這邊先用兩格 再加上一個 讓他翹屁股 好 這裡呢 我就是把老鷹的身體先拉長 那為什麼我要把它拉長呢 因為我的老鷹的動作 等一下可能有點 需要他展翅 展開翅膀 會比較有老鷹的樣子 好 所以這裡我先留一個地方 當他的腳 OK 這邊留一個地方 當老鷹的腳 到這裡呢 就是老鷹的整體的顏色 我們先把它做出來 OK 老鷹的顏色 不是白的以外 身體呢 就是咖啡色 那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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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 看你要用白的還是用黃的 黃的 黃的 OK 一樣 就是跟雞爪是一樣的概念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某一些特徵點 某一些特徵點 他跟一般的 鳥類其實差不多 這時候把 攻擊比較 其實我覺得 他就是他的延伸了耶 因為我可以玩老鷹抓小雞的遊戲 好像有點牽強 不過沒關係 OK 我們先來做一個老鷹 剛剛好耶 等一下我們就把它 跟我們的攻擊結合一下 我們來玩老鷹抓小雞 好 那這裡呢 我們就把它延伸 那老鷹呢 他因為要打開他的翅膀 要做那個展翅的動作 所以我們這邊 左右兩側 我們把它延伸到外面 之前我們在做翅膀的時候 我們都是做小小的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把翅膀整個拉大 OK 整個拉大呢 我們繼續做延伸 OK 那這邊我可能要看一下 看你想要讓他的翅膀多開 那我自己想要讓他開三格 所以我這邊一二一二 然後左邊這邊我們要收一下 讓他往後 這邊其實我們可以 不要放的那麼正 如果我把這個正方形 放那麼端正的話呢 看起來會有點石板 我可以稍微傾斜一點點 好那尾段的地方呢 我先用三角形 好三角形 讓他看起來正在飛翔 好三角形讓他看起來正在飛翔 好那這邊呢 看起來他還是很呆 對不對 我也覺得 好他還是很呆的時候呢 我們再加 好讓他的翅膀大一點 好讓他的翅膀大一點 一樣 左邊一個右邊一個 好這邊加上去呢 他的翅膀就會看起來越來越大了 那這邊我們就要小心處理囉 因為啊 如果你處理的不當 他看起來就會像飛機一樣 好所以這裡 好我們用這個 下弦 好當做他的翅膀 好上弦或下弦都可以 好當做他的翅膀 一樣 這邊 好當做他的翅膀 喔 這邊就是他的外側的翅膀 那這裡面還缺一塊 好缺一塊 我們用下弦 好用下弦去補 好讓他看起來有點彎弧狀 翅膀不會那麼死板 好這邊還沒補 這邊還沒補 這邊還沒補空格 好這邊已經補了 所以他看起來是不是有點圓潤 好所以我把翅膀拔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好這個翅膀呢 一做就這麼大一個 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那我個人呢 是覺得說做到這樣子應該就夠了 那如果要再更大 我會擔心比例上的問題 所以這邊翅膀 那如果再做大一點的話 就是頂多就是再加三角形 好 好我的三角形 好 又是鸚鵡 鸚鵡剛剛又 又吃掉我太多的 咖啡色三角形了 可惡我先從樹上拔一顆 等一下喔 因為我剛剛這邊用了太多三角形 我先拔一顆 OK 這裡 因為我想要讓他看起來翅膀更大的話 我可以做成這樣子 這是把他翅膀拉得更大 這邊有沒有 老鷹就是要大翅膀 這邊翅膀小了一點 有沒有一大一小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老鷹的翅膀 就是他的特徵點 你就可以跟二玉老師一樣 這麼做 就會看起來像一個大翅膀 有些就是常常打開翅膀的鳥類就可以這樣 好那我這邊把另一邊也做上 OK三角形 上前 有沒有 大翅膀老鷹就出來了 美國大老鷹 OK 好加眼睛 好這邊我就不用黑點點了 我就直接用那個 黑色的珠子 給他裝上去 裝上去 糟糕了 我發現一個問題了 這個眼睛裝上去 這個老鷹很不兇 這個眼睛這樣裝上去 老鷹很不兇 所以看起來沒有很厲害 請各位見諒一下 其實他應該要兇一點的 OK 好那這邊老鷹做好了呢 他就要飛在高空 那這邊有一隻小雞 就是公雞 這是跟他對應的 那我們剩下呢 就來做一些小雞 小雞 小雞 小雞怎麼做呢 這樣子 這邊 教各位做最快的小雞 這是我們等一下來玩老鷹抓小雞的概念 他們現在好像在相親之類的 沒有 我們這邊呢 小雞通常是黃色的 黃色的才對 剛生出來的雞應該是黃色的 所以我用黃色的來做 那這裡 我就用 今天我們課程稍微延長一點點 因為剛剛有斷線 好我這邊來 小雞呢 我們用一個正方形 然後兩個上弦 然後一個三角 這樣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小雞囉 好這邊小雞 好先這樣正方形這邊是我們的嘴巴 然後這邊另外一個讓他看起來肥肥胖胖 好然後接著呢讓他站起來 這邊是平的 OK這邊可以把它分開做 好那嘴巴呢就給他留一個 留一個下前或上前當小嘴巴 好這邊其實因為 零件上的限制 好會讓他看起來有點 有點呆 好我先把 這個小雞 你可以這樣子做 好那可能黃的太徹底了 這個小雞可能黃的太徹底了一點點 我把它換一下 換個嘴巴 換成白的會不會好一點 看一下 OK換成白的 OK好這樣呢我們就可以做幾隻小雞 放在旁邊 那這個布景圖就會變成老鷹抓小雞 還是各位覺得這個小雞用白色的 我先來做做看 我來做一隻白色的小雞 然後用黃色的嘴巴 來看一下會不會感覺好一點 OK我來試試看喔 嘗試呢 就會讓整個感受又不一樣 我來嘗試的改一下 好我用了白色做一個 然後我也試著換一個三角形的 這樣我才認得出誰是大哥誰是樂哥 OK好 那這裡我再加一個 上下下下下下弦 好我的下弦又都跑哪去了 好又是你們 好又是鸚鵡 剛剛又跑到鸚鵡上了 我再多拔一個 其實裡面應該有了 只是樂宇老師很得找了 OK好 那一樣我在這邊 我把我的眼睛放一個上去 好 那這邊呢 就有兩種 我稍微變了一下 那有些人覺得比較像企鵝 沒關係啦 那這邊我們先把他當作是小雞 那他就是我們的老鷹抓小雞 OK 那這裡呢 其實你可以讓小朋友自己再佈置一些東西 那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做的延伸 那這個老鷹最重要的是翅膀 如果你之後 要做比較大型的鳥類 就記得翅膀呢 會影響到我們整體的觀感 好 所以他的翅膀 這樣子 來擺一下 好 欸 老鷹抓小雞 好他保護他 欸 眼睛換邊好了 欸 眼睛換邊一下 不過老鷹抓小雞 應該是母雞保護小雞對不對 雖然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影響 不過換工具保護一下也好 OK 咕咕 倒了 好 所以這邊我們老鷹抓小雞的感覺就是這樣 好 那不知道你有沒有把它做延伸 你有沒有把老鷹也做出來的呢 好 那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個圖片呢 等一下我們一樣會拍照 一樣我們會把它拍在我們的粉絲專頁 那因為他都是書上沒有的 所以等一下呢 如果你忘記怎麼做 你就可以試試看 把它做一點調整 或者是說 再多加一些改裝 好 讓你的作品更完整 那下一次呢 我們一樣也會透過這樣的方式呢 用幾個主題再做延伸喔 好 那時間今天真的剛剛有斷線比較不好意思 現在已經4點15了齁 好 那我們今天課程呢 也在這邊準備告一段落 那如果這邊有任何問題呢 一樣在我們下面留言 又或者是在我們的LINE ADD上面做詢問就可以囉 好 那今天我們到這邊 就先告一段落 好 把鸚鵡先請進來一下 來這邊 大家今天的作品集合一下齁 公雞加小雞 還有老鷹 然後還有我的孔雀大哥 孔雀香出翠 OK 好 那這邊我們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囉 拜拜 拜拜